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人民不忘老朋友 并且表达史迪威家族致力于增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愿望和决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复姓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习近平指出感谢伊斯特布鲁克在来信中分享史迪威将军 及史迪威家族几代人同中国友好交往的故事 从史迪威家族身上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史迪威将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 对中美人民友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 前不久 重庆市举行了史迪威将军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 伊斯特布鲁克发表了视频致词 伊斯特布鲁克的女儿 女婿和孙辈们也亲临现场 习近平表示 看到史迪威将军从事的中美友好事业 已传承至家族的第五代人 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 回望过去 中美两国为抗击日本法西斯 争取世界和平并肩战斗 展望未来 中美两国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两国人民应该加强交流 增进理解 扩大合作 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说 希望并相信 伊斯特布鲁克和史迪威家族的其他成员 将会继续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欢迎常来中国看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命中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贝宁共和国的总统塔龙 31号抵达了北京 将会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我们看到是贝宁的总统塔龙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 在8月31号到9月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 塔龙总统访问的期间 习近平将为塔龙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 而两国的元首也将会举行会谈 总理李强等也将会会见塔龙 塔龙总统还将出席2023年福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塔龙自2016年起是担任了贝宁总统 曾经在2016年的9月份来华出席第二届对非投资论坛 在2018年的9月份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美国政府在30号宣布向台湾地区提供8000万美元对外军事融资 这也是美国首度对台提供军事融资贷款 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政府29号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援助 发言人声称这项军事融资符合台湾关系法与美国长期的一中政策 而据悉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涉台法案 台湾增强韧性法案 授权美国国务院从2023年至2027年期间 每年提供台湾高达20亿美元的军援 早前拜登政府首次宣布将会动用总统提用权 向台湾地区提供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而针对美对台军售 中方不止一次明确警告 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要关注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29号视察了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训练指挥中心 了解全军指挥训练情况 而另外一方面根据朝中社在31号的报道 朝鲜人民军30号的晚间从平壤国际机场 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模拟对韩军实施战术核打击 而韩国军方说朝鲜所发射的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而韩方对于朝鲜此举表示强烈谴责 朝中社报道称 朝鲜人民军战术核运用部队 30号晚在平壤国际机场 向东北方向发射两枚战术弹道导弹 模拟对韩军重要指挥所和作战机场实施战术核打击 导弹在目标岛屿上空400米的设定高度引爆 准确完成任务 报道指朝军此次导弹发射 是为了反制美国B1B战略轰炸机飞临朝鲜半岛 批评美韩公然假定对朝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攻击演习 韩国军方指朝鲜当地时间30号晚上约11点40分到50分 在首都平壤附近的顺安地区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飞行约360公里后落入半岛东部海域 韩方对朝鲜此次导弹发射表示强烈谴责 并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挑衅 白宫方面31号也谴责朝鲜发射导弹 美方表示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朝鲜问题 并呼吁朝方同有关各方展开对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 英国 日本和韩国30号在联合国发布联合声明 端促朝鲜停止与俄罗斯开展军备谈判 美国白宫30号称 有新情报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交换了信件 俄罗斯希望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为俄方提供弹药 双方正在积极推进军手谈判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30号表示 自俄乌战争以来 由于受到美国的制裁 俄罗斯不得不向伊朗 朝鲜等国寻求武器和弹药 而美国掌握的最新消息显示 俄罗斯与朝鲜正在推进军手谈判 白宫指出 俄罗斯防长邵伊古近期访问了平壤 试图说服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此后俄罗斯与朝鲜领导人通信承诺加强双边合作 在关注一下是俄乌的战事持续当中 而乌克兰指出首都基辅遭受到今年春天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攻击 造成至少有两个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俄罗斯境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是遭到了袭击 有一座军用的机场 四架的军用运输机因此受损 而在8月30号在扎波罗热前线拉伯蒂诺村乌克兰军队突破口 战斗主要是发生在拉伯蒂诺村村南 乌军投入重型装备引导步兵攻击 而俄军大量的增援部队也已经抵达了缺口和两翼 从乌军角度来说至少还需要突破俄军的另外两条防线 才能够抵达战略要点托克马克式 目前当地仍然是由俄军所控制的 前线的炮火连天 顿巴斯南线的老百姓生活到底如何呢 来跟我们的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等地区 战争中的民众在战虎中生活在水深火正之中 现在到他家里去看看 因为在去年战争的时候我们曾经认识过他 我们在以后我是家里的男朋友 去年战争的时候 有客人的住宝 啊 这些吗 我们现在一位没有牧民 我们我们在家里的男朋友 在一个日常见的 这些报道 我们一直看见 我每天到那天 我们在这里 我会坐在这 在去年,我们已经坐在你身上 在那时,您有更好幸运,更好幸运 现在,我们的健康更好 眼睛不见了 然后,您有什么想法 当然了俄罗斯政府也是播出了政府预算外的开支 特别是对这些孤寡老人的这种关怀 包括社区的帮助也是正在进行之中 好 今有一个大问号就是承认暗杀了吗 因为克尼姆林宫30号就说了 对于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任飞机坠毁事故的调查 包括了蓄意造成的可能性 那普里格任的发言人曾经表示 29号为普里格任举行了闭门葬礼 他被埋在圣彼得堡的一处公墓 据悉这是克公首次明确承认 普里格任可能是遭到暗杀 当被问及飞机失事的调查进展时 克公发言人佩茨科夫就表示 俄方正在考虑不同版本的解释 包括蓄意的恶行 他强调请大家要等待俄罗斯的调查结果 而普里格任及瓦格纳高层等10人 8月23号晚间从莫斯科搭乘一架私人飞机 前往圣彼得堡 飞机在起飞之后不久坠毁于特维尔州 街上的10人全部遇难 而侦查委员会27号确认 普里格任等10名遇难者的身份 欢迎加入我们再关注到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30号在北京 同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夫利举行了会谈 而王毅也强调中英关系要向前发展 而不是后退 王毅说克莱夫利一直期待访华 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和对华的积极姿态 中英应当开展并加强各方面的正常交往 王毅表示中方始终重视英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特作用 始终致力于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 始终认为中英合作具有全球影响 对华与合作是中国对应政策的关键词和主基调 我们认为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英两国我们作为安理会的长安理事国 因我们理应展现大国担当 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 中英作为全面战略伙伴 我们理应珍惜两国历代领导人和社会各界 为此付出的心血 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向前进 而不是向后推 王毅指出 只要坚持相互尊重 客观看待彼此发展 增进理解互信 中英关系就能排除干扰障碍 展现出生机活力 开辟广阔前景 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台独与台海稳定水火不容 英方应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克莱佛利表示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变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他同时还提到了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就 克莱佛利说 积极的英中关系将使两国人民和世界受益 英方致力于加强对华沟通 采取积极行动解决困难 增进理解拥抱机遇 两国政府应共同努力密切经贸联系 释放经济活力 加强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 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国际地区事务交换了意见 凤凰卫视集合英国王磊 北京报道 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佛利 30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 克莱佛利强调要维持对华务实合作和沟通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佛利在北京总结此次访华 他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大国 中英之间的关系复杂 不能简单地做出概括 重要的是双方要维持务实合作和沟通对华 但是我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也认为我们也认为 我们必须有一个传统的专业务联合作专业 与中国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我们全世界的影响 当然我们会持续 一个传统的专业务联合作专业 但这当然意味着提升 提升的问题 当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个 但是它是重要的 我们继续持续调节目 英国外交部则发表声明说 克莱福利与中方就诸如气候变化 这样的全球重大挑战 进行直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 声明又表示 克莱福利向中方说明了英国在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当中包括乌克兰冲突 超限局势以及核不扩散等问题 此外 双方还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潜力 并强调有必要全球协调减少风险 凤凰卫视总和报道 那么英国外交大臣这次访华正值中英关系处于低谷时期 而中方的立场与态度则是求同存异 加强理解和沟通 来看今天的欧洲观察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这次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 是新冠疫情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英国官员 也是五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 英国政府近期又表示 对首相苏纳克在下周出席G20峰会时 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持开放态度 英国也希望在脱欧之后 加强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和经济联系 这次克莱福利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在北京会面时也表示 两国政府继续定期举行面对面会议 以避免误解很重要 解决各国在双边关系中面临的挑战和意见分歧 也很重要 我们还都记得几年之前 中英关系曾经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在约翰逊和特拉斯担任英国首相之后 中英关系进入了低谷阶段 主要表现在香港事务和华为技术等方面 苏纳克上任以来 虽然中英关系有所缓和 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问题 今年以来 英国方面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 对中国做出不友好的举动 比如英国前首相特拉斯 今年5月份访问台湾 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 今年7月13日发布的中国报告 也警告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不仅是对英国的严峻挑战 更是对自由民主体系构成生存威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英国政府一方面希望 与中国恢复外交和经贸领域的正常关系 另一方面又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 不断在其他事务上制造矛盾和争端 而这次中国接待英国外交大臣访华 也体现出中方希望英国政府 客观务实认清形势 求同存异 避免冲突 以相互尊重的精神 深入交流 增进理解 以辨识得 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中英两国双兵关系 重新走上正轨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 再来关注到中非国家家鹏 30号发生了军事政变 政变军人任命家鹏共和国卫队指挥官 恩归马等为过渡领导人 并且继续实施宵禁 现在被软禁的总统邦哥就呼吁外界声援 而中国驻家鹏大使馆也已经启动了 重大突发事件 应急机制 家鹏政变军人成立的机构过渡和恢复委员会 发言人30号宣布 当天召开的军官会议一致决定 任命共和国卫队指挥官恩归马为委员会主席 及过渡领导人 发言人并未说明过渡期的期限 肖禁令将维持执行 但从31号起可以恢复日间商业活动 在首都利伯维尔 有名座上街庆祝支持政变 并宣泄对前殖民地宗祖国法国的不满 家鹏市自2020年以来 第八个中非及西非国家发生军事政变 有专家指出 法国在法与非洲国家的反对声量日举高涨 尽管原因不尽相同 但法非特殊关系似乎正走向终结 法国政府发言人谴责这场军事政变 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希望家鹏的选举结果能够得到尊重 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家鹏局势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将于31号举行会议讨论家鹏局势 联合国发言人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方克制 展开包容性的对话 中国驻家鹏大使表示 使馆已经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建议所有在家中国公民不要外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呼吁家鹏相关方通过对话 和平解决分歧 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确保邦哥总统人身安全 维护国家和平稳定和发展大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位首相岸田文雄 31号参观东京最大的鱼市场 丰州市场 岸田表示政府将会制定措施 来帮助因为海鲜禁令 而遭受到打击的日本鱼业 岸田文雄当天 与一行工作人员抵达丰州市场 他首先同售卖鱼产品的店家交流 随后还试吃产自福岛地区的章鱼 日本在本月24号开始 将核污水排放入海 中国回应称 全面禁止进口日本海鲜产品 对此岸田在参观完市场之后 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中国的进口限制没有科学依据 同时也强调 日本政府将根据在市场收集的意见 与渔业密切合作 并且制定相关的扶持措施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野村哲郎 此前也表示 政府将会采取措施 促使日本的鱼类出口多样化 我们看到日本启动了福岛核污水排海 现在引发了各界的非议 有日本的地方议员强调 东电处理的过程 缺乏了透明度 令人无法信服 也呼吁停止将核污水排海 这位日本山形姓赫岗市议会议员 持续站到街头 发出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 他指出 多达134万吨又没有安全保证的 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将造成长期的大规模海洋生态污染 海洋污染が始まれば 必ず世界中の海に届いていくわけですよね それによって この日本の放射性物質によって 世界の海を汚すとか 世界の海を汚染してしまうという この重大さ 放出始まったら40年50年と 私たち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も ずっと放出し続けて 世界の海を この重大さ 这位議員说 日本政府和媒体 恶意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 用宣传公式欺骗民众强推排海 他特别批评日本政府 违背与福岛渔民达成的承诺 甚至谎称得到渔民信任 毫无诚意 日本政府因听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反对意见 停止排海 防卫士 胡岳 日本东京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瓦 在30号的简报会上就表示 日本政府强行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美国方面却表示支持 这种做法是绝对政治化的表现 扎哈罗瓦建议美国政客 喝下核污染水以正安全 上周 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单方面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 尽管如此 美国方面却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 因此 有专家认为 华盛顿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问题的立场上 更像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利益交换 不过 日本有农业水产部门表示 美国是今年上半年 日本农水产品进口减少最多的国家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简报会上表示 美国的做法是绝对政治化的表现 同时 扎哈罗瓦表示 既然美国政客支持日本 那可以考虑喝下核污染水以正安全 当天 扎哈罗瓦发布了一段 《岸田文雄》使用来自福岛核污染水中的水产品的视频 并为其配上标题为浑水摸鱼 而评论区中的网友纷纷表示质疑 认为其作秀的成分更多 并幽默地指出 如果岸田文雄在使用后身体会发光 则证明他使用的是受到核污染的鱼类 否则则是经过了偷梁换柱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与尼加拉瓜总统投资贸易和国际合作顾问劳雷亚诺 31号分别代表中尼两国政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双方通过视频方式分别在北京和马纳瓜 代表中尼两国政府签署中尼自贸协定 此举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举措 中尼两国在2022年7月启动自贸协定谈判 之后双方工作团队密集开展磋商 高速度高标准推进谈判在一年时间内完成 而通过自贸协定 两国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 将实现高水平相互开放 有利于持续释放两国附交红利 激发双边贸易投资合作潜力 推动中尼经贸合作提制升级 而协定签署之后 双方将分别履行各自国内程序 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实施 再关注是内地的科技巨头华为 突然开卖新款的智能手机 据报是可以支持5G的网络和卫星通信 这也意味着华为和中芯国际 牺首突破了美国对华为的5G芯片封锁 内地科技巨头华为周三中午起 吴玉景在公司的线上商城开卖新款旗舰手机 虽然公开信息没有明确表示这是5G手机 规格表上也没有提及处理器型号 但内地科技专家指出 实际网速测试显示顶峰网速符合5G网速标准 而且外包装将手机称为卫星移动终端而不是手机 可能是因为一些合规问题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是一款5G手机 不过华为拒绝回应新型号手机是否支援5G 只表示等待9月发布会才公布消息 由于华为受到美国制裁影响 无法在内地以外地区取得28纳米以下制程的芯片 但内地科技业界指 新手机是使用一枚未曾公布的自行研发芯片 意味着这枚芯片一定基于内地晶圆厂的14纳米 或7纳米制程工艺代工 突破了美国的制裁 路透社在7月曾经报道 华为计划改用中芯国际等国产芯片 及自制芯片设计软件 生产相当于7纳米水平的芯片 用作生产旗舰版5G手机 而华为也在6月将今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目标 由原本的3000万台调高至4000万台 专家指出如果华为真的能够回归5G 极有可能打破目前苹果独霸5G 高阶智能手机的格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表示 已经有25家创科企业 已经或准备落地香港 可能在港扩大经营业务 而华为作为中国的龙头科技企业 也参与其中 那么在接受凤凰卫视的访问的时候 华为就表示了智慧政府数字平台 是华为擅长的领域之一 也希望未来发挥安全自主 可控可靠的技术优势 要服务特区政府以及市民 世界上华为香港代表处 我们应该是早在97年左右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香港开展业务 我们在当时已经把我们很多 比如说当时最先进的交换机 部署在香港 而且这些很多一些产品 很多年以后还在使用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中国ICT 及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 及智能终端提供商 来到香港已有26年 在接受方卫视专访时 华为表示 企业每年将逾10%的收入 投放至研发当中 至2022年 华为的研发投入达25%以上 而所有技术领域当中 智慧政府数字平台是华为擅长之处 希望未来发挥优势 令香港政府及市民 感受到技术更迭带来的便利 国内应该说80%以上的 这些地市政府 都是选择华为云 来作为它的政务云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华为的这个政务云 在整个过去这么多年的 这个安全自主可控 可靠性 包括我们的这种服务力量 这些都是经过了这个验证的 而在今年 华为也推出了为智慧客户 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产品 在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香港展现出怎样的潜力 吸引到中国的科技龙头企业 在这里开拓疆土 而华为又能够为香港的 创科生态发展增添怎样的动能 我想香港是有不可替代的 得天独豪的优势 那我们看到了香港有这么多的人才 资金物流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优势 邓水根坦言香港对于华为的技术研发工作 至关重要 2018年企业将香港研发部门升级为研究所级别 并和本地高校其产业界合作 秉持产学研结合理念 为华为包含5G在内的关键技术领域突破 提供解决方案 在谈及华为如何更好地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培养创科人才 邓水根表示 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大力引进科技人才计划 企业为员工办理签证更加便捷 也使得全球化人才汇聚在港后 能快速融入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富翁卫视 吴星纯 相报道 内地六月份制造业萎缩程度改善 表现更是五个月以来的最好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49.7 比七月份要上升0.4个百分点 虽然是第五个月处于收缩区域 但是表现是五个月以来的最好 反映制造业景气水平进一步的改善 而至于俗称非制造业PMI的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则是报51 降到了八个月的低位 显示非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 也要关注到市内地证券时报的报道 有多家全国性的商业银行 在周五起再度的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报道说这次的存款利率调整幅度 比之前来得更大 并且是主要针对定期存款 还有大额存单 而当中一年期的利率下调10个基点 两年期下调20个基点 三年和五年期定期的存款 是挂牌利率更下调25个基点 如果属实的话 这是内地时隔不到三个月 再次的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这也是2022年9月以来 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的需要 和市场的形式 第三轮主动调整存款挂牌利率 再来看到亚太区股市 在今天是涨跌互线 日本股市午后上升接近0.7% 但台湾和韩国股市 下跌了大约0.4% 内地互生两市是震荡走弱 而房地产板块持续下跌 互指中午市报在3120点下跌了16点 跌幅0.53% 而半日成交来到2275亿元人民币 而深层指的部分中午市报在 10424点下跌了57点 跌幅0.55% 而半日成交是落在3015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是高开了97点 而最多曾经上升184点 随后游升转跌 恒指中午战报18434点 下跌了48点 而跌幅0.26% 半日成交502亿港元 好 观众朋友提醒您要做好台风的应变了 因为今年的第九号台风苏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主要气象台在31号的早上6点钟 已经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苏拉将会在9月1号下午之夜间 在广东会来到香港一带沿海登陆 也有可能在广东东部近岸海面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另外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雁也已经生成了 于早前已经生成的11号台风海魁会形成三台风的局面 超强台风苏拉目前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逐渐逼近广东东部一带沿海 强度缓慢减弱 预料苏拉将于9月1号下午之夜间 以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在广东窥来到香港一带沿海登陆 也有可能在广东东部近岸海面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苏拉各头小强度强 与另一个台风海魁产生的双台风互选效应复杂 海魁31号上午位于关岛西北方向的西北太平洋阳面上 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增强 同时第12号台风红雁也已生成 预计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也逐渐增强 随着三台共舞 预计江南南部、华南东部、北部和海南等地 将迎来一次长降雨 局地有大暴雨 雨量可达220毫米 而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部分江河干支流 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广州海事局稍早前启动逢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 越东沿海已有8378舟渔船回港避风 海洋牧场鱼排养殖人员2178人上岸避险 鉴于苏拉后续路径及影响不明确 广州南沙客运港至珠海海岛航线 31号至9月5号暂停运营 南沙客运港至香港中港城县 31号18时起至9月3号80暂停运营 另外 广东部分铁路列车31号起开始停运 其中31号16时候 途经航生县广东段汕围以东等线路列车停运 9月1号 航生县广东段 京港高铁广东段等线路全天停运 此外 京九县和广深城际 广深港高铁等线路列车 9月1号部分时段停运 福建也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二级 并启动防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气象部门提醒 需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 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塌方 泥石流等刺身灾害 广西则在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 三级应急响应之际 部署社会救助力量 包括协调44艘托轮 赶赴指定海域应急抢险 中国国家防总针对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等省份 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工作组 吩咐福福建广东协助指导防台风工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超强台风 苏拉逐渐逼近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31号的早上 已经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已经要求各单位要做好部署准备 以应对苏拉可能带来的威胁 李家超就提到 所涉及应对的部门超过了20个 已经委派了政务司司长 来负责统筹 保安局局长来做协调 而他也说 苏拉的路径跟强度 仍然会有变数 特区政府会持续地监测 最新的发展以及调整部署 并且举行跨部门记者会 来向市民讲述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李家超也呼吁市民 密切地留意特区政府 有关台风的资讯动态 配合特区政府和各部门的工作 做好防风措施 好 针对即将来袭的超强台风 香港政府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而台风苏拉的到来 又会对香港的城市交通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也来连线一下 目前位于西九龙地铁站的记者 崔可军来了解一下 好 可军我现在看到 在背后好像大家 还是相当有秩序地进行列称 目前因为还是 没有挂到这个风球的这个等级 所以还是正常运作的 对于接下来几天上 特区政府有什么样子的安排 还有这个台风 最大程度的对香港 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的 因为超强台风 苏拉来袭呢 将是会对香港的 广泛地区造成影响 那根据香港天围台的预测呢 像是长州这些离岸的地区呢 是可以达到12级飓风的一个强度 那是相当于10号风球的强度了 而在香港呢 交通方面各方面 都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啊 像是在我身后的香港西九龙的高铁站呢 有不少的班次都是在今天做出了调整或是取消 那看到我身后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乘客滞留在这里啊 因为有不少人的班次是遇到了取消的情况 而且他们又暂时未能呢 是安排到一个更新的班次 那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高铁方面在今天起到下个星期一呢 部分往来往来于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高铁呢 是调动或者取消 当中有部分班次的列车呢 中点站是改为了深圳北站或是广州南站 那另外呢 今天还是有共有30班 从香港或是内地出发的列车呢 取消 明天就有超过50班车取消 我们看到在这些取消的列车中呢 短途的列车比较少受到影响 那比较多影响的是一些长途的列车 我们看到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乘客呢 是希望可以尽早的做出相关的改动和调整的安排 那另外也是呼吁乘客呢 如果这两天要乘搭高铁出行的话 也是要留意最新的自己的班次的情况 那另外在飞机航班的方面呢 国泰航空就宣布呢 因为超强台风 苏拉逼近呢 原定于明天或者是后天往返香港 而在8月30号之前 出票的乘客呢 是可以在周六前免费的重新定位 或者是更改自己航班的航点 那么因应超强台风苏拉来袭呢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呢 香港的各公部门呢 会做好一个跨部门的准备的部署工作 那在今天下午呢 将是会召开跨部门的记者会来介绍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而且呢台风的路径也是可能会再来改变 所以政府也会持续的做好相关的监测 也是呼吁呢市民 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咨询 做好防风的措施 那么先将时间交换给两位直播 好 谢谢可君 强台来袭 大家一定要做好万分准备了 是 欢迎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的是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 30号傍晚在山西运城 会见在大陆参访的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两人都强调要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夏立言也表示 国民党会在每个地方都很骄傲 很大声地告诉所有人 国民党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欢迎夏立言率领国民党代表团 到大陆访问 参加两岸交流活动 陆座会谈 宋涛和夏立言都谈到了 海州关帝庙参访的感受 我们大家都会有深刻的认识 就感受到我们两岸同胞 同温同种 同中同年 有的隔不断的血缘关系 我们是一家人 任何地点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这几个景点 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起源地 就在这个地区 我们在台湾 敬奉关帝军的 不知道多少 跟关帝祖庙也有很多的交流 我觉得 从他们的精神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 宋涛和夏立言也都谈到了九二共识 宋涛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共同政治基础 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 没有这个定海神针 台海就会惊涛海浪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就会受到损害 中国国民党一起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来促进两岸经济的交流合作 进度深化 我们两岸在各地的融合 从去年八月到现在 我已经是第五次到大陆来访问 我想这个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跟大陆当局 直接我们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也就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很骄傲的 也很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 这已经是宋涛和夏立言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 两人都说近期以来的两岸局势发生了不少变化 要互相听取对方的看法 今年以来两岸关系 民间交流越来越紧密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夏立言就强调要通过对话交流来解决问题 中国国民党会继续沿着和平安定繁荣的路 继续往前走 凤凰卫视 霍文伟 陈奇 山西运程报道 随着2023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的落幕 蒋望安的上海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 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特约记者黄家腾 来进一步了解 家腾 蒋望安 上海行 最后一天有哪一些的行程 那么对于本次上海之行 他得有哪些评价呢 好了 陈姐 想以台北市长 蒋望安安算你的参访团 今天是在上海最后一天 但是依然是行程门档 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依然跟着探访团 在随时的移动当中 那今天上午呢 他是先去了路加嘴期间的共享单车 接着又去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因为想要看一看上海在探交易的管理经验 而每一个人台北市长到上海 都会安排和当地的台商座谈 蒋望安当然也是不例外 因为上海可以说是台商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 那我手边查到的数量 上海的台资企业就将近有2万家 累计的台资投资的金额达到461美金 因此完全可以想象上海台商 对于台湾的影响力 那蒋望安上午在出席上海台商 座谈会的时候 他就表示他认为这一次双成论台 非常成功 收货也非常多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 在低调的时刻 两岸的对话就显得非常重要 他相信台商们一定感触是更加深刻 那他也特别提到了 他有遇到了一些台湾在上海发展的青年 听到他们说在上海有许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让他十分的高兴 那蒋望安对于上海行 他也说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在生态永续跟人文艺术的领域上头 他说台北有很多地方可以向上海来学习 那最后他也向台商们喊话 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到台湾来投资 那蒋望安疫情人在结束下午的参访行程之后 今天下午就会乘往上海红桥机场 准备要返回台湾 而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换蒋望安当主人要接待 从上海出发到台北参加的疫情人 亲自相议 好的谢谢 嘉腾从上海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另外在台湾 台湾行政院在日前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编列 创下了历年来的新高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就质疑蔡英文政府大撒钱 占留子孙 对于台湾电力公司和劳保工险 劳工保险等潜藏的巨大债务 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补救措施 要求主计总处做出合理的说明 否则会聚审明年度预算 台湾行政院拍板明年度总预算 8月底送立法院审议 岁出预算编列28,818亿台币 较去年增加7.2个百分点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质疑 蔡政府大撒币 债留子孙 但对急需处理的台湾电力公司 和劳工保险等潜藏巨大债务 却拿不出补救措施 要补他一千亿 但是明年台电依然还是破产 是不是我们的能源政策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国民党立委批评蔡政府上任以来 每年编列广告行销费高达20亿台币 明显是图例特定的绿色媒体 另外台湾诈骗暗仓卷 民进党当局编列14亿台币的 打击诈骗预算 不仅未见成效 还有更多民众深受其害 预算了 20年度113年度合计 将近15亿 结果诈骗的发生数 比去年增加24% 嫌疑犯人数增加 20% 被害人增加15% 国民党谴责蔡政府浮边预算 让台湾财政持续恶化 要求主机总处提出合理说明 否则据审预算 以请效尤 凤凰卫视 彭世廷 沈正峰 台北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了 好 谢谢大家